你是真的开心吗 废话 我刚才真开心啊 但是真的开心的人 不会一直跟别人说他很开心 男人的话直接让女孩破了房 是啊 真正开心的人 不会一直跟人说他很开心 这是一部很小众的电影 这亲爱的孤独者中的一段 虽然很少有人看过 评分也只给了6.7 但本人很喜欢 今天分享给大家 外套要穿 进去里面 要脱 这是一种特殊服务 把这些姑娘派去监狱 陪里面的饭聊天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不能穿太多 那重点是要怎样 穿得辣 经验丰富的志格 耐心地教着这些初步忙碌的女孩 如果里面客人问你们说 妹妹啊 我出来之后 可不可以找你们啊 那你们要说什么 你们要说 OK啊 等你哦 女孩们都认真地听着 不愿错过每个细节 只有小薰一脸落寞 因为她曾是志格的女朋友 当初背景离乡 讨奔志格 没想到 这个渣男不仅把她拉去当陪酒小妹 还跟她的闺蜜搞在了一起 爱情有情的双重背叛 让小薰整日昏昏运 对生活和未来 不再抱有任何期望 但好在 她长了一副乖小皮囊 可以在这个行当 如鱼得水 可以偷瞄一线了 小薰熟练地拉开一链 露出二人的身材 哄得对面的大哥 浴火分身 等一下 等我出来 等我女朋友好不好 OK啊 小薰没有犹豫 力竟说出志格交的那句 业务熟练的他 成了志格手下的头牌 很多人都会再找他 但这天 志格却只给他安排了一单 而恰恰就是这一单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这次的男人 眼光有些忧郁 当小薰拿起电话时 他却还在神游 小薰提醒 然后拿起电话 开始了他熟练的业务流程 哈喽 我是小薰 按以往的经验 小薰打了招呼 对方就会追上来聊天 可 这个男人却一直沉默 小薰又开始俏皮地逗胆 哈喽 有人在家吗 可男人依旧沉默着 小薰有点着急 横顾四周 确定没有人看这边 连忙敞开自己的外衣 换来的却是 男人低下头继续沉默 就这样 二人的第一次见面 在杠杆中结束 好在男人付了很多钱 小薰拿到钱后 立即约闺蜜逛街 小薰一不留神 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 周围的空气瞬间凝固 最后小薰主动道歉 闺蜜的脸色才变得好看 逛街后 他们找到志哥吃饭 总之 小薰竟然被志哥的一个兄弟看上 不仅可觉劝他喝酒 甚至还对他动手动脚 志哥看着这一切忍了半天 但最终 还是醋意大发的爆发道 此时 小薰心中五味杂陈 因为志哥总是这样 虽然已经有女朋友 可还是会给小薰错误的信号 害得他越陷越深 越深越迷茫 很快 那个编号2923的男人 再次点了小薰 他还是老样子 莫论沉默 但为了工作 小薰只是浑身解数 不要这样吧 反正 开心也是过一天啊 开心也是过一天啊 对 男人仿佛看出来单纯的他问道 你是真的开心吗 废话 我刚才正开心啊 但是真的开心 真不会这个别做的很开心 没想到这句话一出 直接让小薰破防 现在的他 早已习惯这样麻木的生活 也没想过自己过得开心不开心 为了隐藏荒乱的情绪 他故作阵地 此刻小薰不知如何回答 只好下意识地解开衣服 谁知男人立即低下了头 不看他 还让他把衣服穿好 那很奇怪哎 给你看你也不看 那你到底怎么来干嘛 选太多 也罢 小薰收起从前惯用的套路 开始和他玩起了问答游戏 眼看单时间就要结束 男人为了小薰最后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来这里 小薰不过啊 太大时间 剩下几分钟 我是说为什么做这个 小薰现在不想回答 因为要讲很久 但他让男人下次继续点他 就这样 为了能再次见到男人 小薰故意留下一个悬念 果然没过几天 男人再次点了小薰陪聊 这次小薰不再矜持 坦诚地向男人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从小父母离异 没人管他 奶奶把他拉扯他 为了生活 投奔男友来到台北 没想到男友不仅把自己骗去 赔酒赚钱 最后还劈腿自己的闺蜜 你喜欢你的生活吗 不知道啊 从来没有人和自己讲过 原来生活还有其他选择 小薰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很聪明 因为他讲的话 总是能让人思考很久很久 也让自己心意暖暖的 于是开始期待和男人的下次见面 也对他敞开心扉 小薰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了 男人的话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回家就把他写到了墙上 他和志哥还有闺蜜 三人住在一个出租屋 两人也不觉得有错 还当着他的面腻在一起 多看一眼 小薰都会觉得是对自己的折磨 与其说没地方去 更多的是舍不得走 宁愿在这里遭受煎熬 也不想搬出这个出租屋 因为他害怕孤独 可自从上次和男人聊的一番话 开始让他渐渐清醒 可能他自己没发现 他已经把对志哥的依赖 转移到了狱中的男人的身上 每天都盼望着再次与他见面 等再次见面时 他问男人 哪里不花钱又可以躲一天 男人想了想 告诉他书店 小薰又直接问 书店哪本书最好看 男人直视着他的眼睛回答道 你不能选择最好的 但最好的会来选择 小薰忽然觉得 男人应该是个诗人 他说的话 总是让自己似懂非懂 具有很值得回味 下一秒 他快速把头凑到男人面前 想要好好看看他 男健壮 害羞地低下了头 冰冷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一抹笑容 没有 你是第一个 对 此刻时间反复静止 两个孤独的心触碰在一起 掀起阵阵涟漪 回家的路上 小薰进到一家书店 来到书架前 仔细浏览上面的书 通过他们 尝试了窥探男人的过去 再次见面时 换小薰问问题 他拿书 从书店找到的 泰戈尔的飞鸟集 展示给男人看 两人像是 会心里想 趁气氛正好 小薰问男人 有没有女朋友 男人先是紧张 后又犹豫 最后还是讲出了 自己的故事 原来他曾失明 再度的大学生 约好等毕业了 和女朋友一起出国 结果临走前 发现女朋友 竟然爱上了 自己最好的兄弟 女友和兄弟的双重背叛 让他彻底失去了理智 差一点 手刃了两人 相似的经历 让小薰陷入沉默 一直以来 他以为自己还爱着志哥 直到此刻 他才真正意识到 他早就放下了 这次之后 男人再也没有点过他 小薰面对其他客人的 见面时 也没了耐心 心不在焉 态度敷衍 那可以给看吗 只到一天 志哥谈闺蜜不在 竟然想和他重温旧梦 也是志哥的这份操作 彻底斩断了他心里的 最后一丝好感 他决定离开这里 闺蜜得知 问他为什么要搬走 是不是因为还爱着志哥 小薰告诉他 你这样犯了 是因为确定不爱了 所以才搬走了 小薰在离开前 以个人的名义 见了男人 问他怎么不点他了 其实男只是没有 勇气面对小薰 他害怕自己的过往 会吓到他 可小薰却说 就算我知道你的过去 我还是一样 他还鼓励男人 要好好表现 争取早日出狱 自己打算回老家 白天打工 晚上读夜校 开启自己新的生活 就在通话马上结束时 男人终于鼓起勇气 问他 那 等我出去之后 可以去找你吗 OK啊 给你 这句既定好的台词 小薰说了太多次 而这次 他是发自内心的 通话被中断后 小薰隔着玻璃 说出了最后一句话 影片至此结束 没人知道 小薰最后说了什么 也没人知道 后来的故事是怎样的 正如影片中的一句话 Don't look for the best one The best one will come to you 如果你知道他说了什么 请在评论器告诉我 好了 我是七块 给你讲个多好看电影 咱们下期见